8號東北列峰或暴風訊號現證是生效 強烈熱帶風暴沿規已經增強為一個颱風 在上午6時時 沿規則集結在我們的南邊大約360公里 預料沿規會繼續向西移動 橫過南海的北部 而向海南一帶 在雷達影像那裏見到 跟沿規相關的一些外圍的雨帶 昨晚持續影響我們 現在在我們的東邊 仍然有些雨區在接近我們 本港現時部分地區是在吹一些烈風 在高地更加吹是暴風 我們預計早上的時候 風勢會慢慢轉吹一些偏東風 所以先前受到屏蔽的地方 會有機會變得比較當風 大家要留意和小心 8號烈風或暴風訊號 會在中午前仍然維持 受到風暴潮的影響 今早維多利亞港和吐魯港的海水高度 比正常漲潮升高大約是1米 不過我們預計 接下來幾個小時內 水位將會開始下降 不過也要留意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再次呼籲大家 千萬要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說回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計會是吹強風至到跌風程度的東北風 離岸和高地間中是吹暴風的 風勢會漸轉是東風的 今晚風勢會逐漸地活動 天色方面會是多雲 有狂風、咒雨和雷暴 海會有大浪和湧浪 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 接下來的一兩天 仍然都是偶遭雨 週末至下星期初期的時候 會是轉涼 早上的時候氣溫會逐步下降